大家出國一定前往藥莊的 幾乎成為台灣民眾行程之一 根據統計 台灣人一年吃掉的保健食品 高達有1095億 1095億 相當可以蓋1.5棟的101大樓 那常常出外國去買藥 難道國外的藥莊 這藥品真的比台灣好嗎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 日本藥莊 這個好像是一定買 要不然就託人家買 什麼酸痛貼片 整腸健胃保健品 這些都是名列其中的 我們再看看 小心便秘 肝肾衰竭 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買藥 那買藥第一名就是一些 綜合感冒藥跟一些 止痛消炎這一類的 胃藥 對 那沒錯 事實上這些都叫做成藥 那成藥你帶回家 尤其那些日本的 他們很多日文你又看不懂 帶回去到底怎麼使用 什麼都搞不清楚 反正就直接用了 可能是導遊講的 可能是隔壁某某某 誰介紹的就這樣用了 那把自己當作實驗 那到最後就會送到醫院 我就補充幾個 我臨床上看到的一個案例 有一個阿嬤 阿嬤其實經常關節痠痛 他算是有概念的阿嬤 阿嬤會覺得說我止痛要吃多了 因為他之前曾經胃潰瘍出血過 所以他最多就吃四顆 然後他其他 可是他覺得還是痛怎麼辦 他就開始貼藥布 他說醫生有講過 貼藥布好像局部濃度比較高 他身體好像破壞比較不是那麼大 他就一直貼 膝蓋也貼 這邊也貼 上面 反正貼了很多藥布 然後過了幾天 還是出現綠色的大便 不久之後就跑出像 柏油一般的那個黑大便 他因為他出血過 他馬上知道了 就自己跑到那個 急診室去掛了 那叫 又造成 胃會癢出血了 不要說到日本 我們到美國任何地方 我都會幫他買 而且最討厭的是他們還會很貼心 幫你出那種就是 如果冬天的時候他就幫你出有溫感的 然後夏天的時候就幫你出有涼感的 他就覺得好像挺好的 不論老人用還是年輕大家用都很適合 然後就是你看 然後他還怕你貼一貼也會過敏 他還有防過敏 第一次免心 所以我就想說 那如果 其實他們就想盡辦法 要A你們錢就對了 蛤 然後我想說 那我如果選擇就是 他的限制比較多的 比如說低敏感性啊 然後植物性的 那是不是對我們會比較好呢 第一個看他成分啦 因為每一個人 其實像剛剛講到的 水洋酸 如果他的量不是很高的時候 有些人會有水洋酸過敏的問題 有些人沒有 可是裡頭有一些特殊的成分 可能你會有過敏體質 所以還是要試試看才會知道 那如果藥效越高 就表示他的劑量越高對不對 因為如果 因為我媽跟我講過 他用這種日本的 比如說低溫和性的 他就覺得說 嗯 效果好像隔天才會有感覺 可是我給他買過這種泰國的 然後我跟你講 他一擦 兩分鐘以後他就說 他說他的腳非常的輕盈 那我就想說 這種太恐怖吧 我告訴你 妳要告訴我 因為一點點就超涼的 妳也有嗎 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在我唸大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泰國 這個藍色的 必備買有一條紅色的 對 藍色呢 是針對於新商 紅色是針對舊商 因為藍色會涼 紅色會熱 對 but 我第二次去泰國 我第一次買 那時候大家瘋狂買 然後我們也是瘋狂買 真的是掃到架上都沒有 土產店都沒有 第二次我再去買的時候 不知道是他們賣太好了 怎麼樣 我居然有一次擦了 就是我是整個大面積的卡拉乎 我不騙你 我那一陣子超級像娜美人 它會染色 什麼 它真的會染色 它這麼多 它真的會染色 我就是每天固定擦 然後我就是每天擦一次 擦這裡 但我不騙你 我那次擦到嚇到 我大概用半條以後 發現我這邊變藍色 在那之後 我再也不敢用 這個牌子的藥膏 後來台灣不是有檢查出來說 這裡面有那個類固醇 可是好多藥都含有類固醇 對啊 所以我就跟講說 所以我就跟講說 買日本的嘛 日本的這種 就植物性的比較舒服嗎 然後就讓你就是 比如說走路逛街腳痠痛的時候 貼個腳底啊 然後貼得更多 這個我個人是覺得安慰劑 這個東西是安慰劑 隔天這個會很舒服 有有有 你那種才是安慰的 對 茵琪 茵琪妳去日本會買一些什麼 說的這些還買 B群嗎還是 B群是一定要買的 因為他們就有很多 就是訴求 它不只就是說 像美國 它就說OK 我就是賣B群 然後維他命系之類的 它會複合性的 然後比如說讓你肌膚亮白啊 然後添加費 然後或者是添加其他就是 成分可以讓你就是 就是變瘦或變美之類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光吃冰犬 其實台灣也很多藥妝 妳為什麼跑到日本 是比較有用嗎 妳覺得 我想說 因為國外的月亮比較遠 不是 沒有 真的有用 因為我在日本買美白藥 然後我吃了一個禮拜之後 每個人看到我都說 我氣色變很好 對啊 而且他們的美白藥很厲害 是還可以解訴罪 所以我們今天要上這堂課 還有用嗎 其實沒有用 我們今天完成 其實這堂課上了 他們還是 我還是要去 瓜哥我還要提醒一下 因為其實 大家很常在日本買藥妝 其實像我們這種觀光客進去買 就是直接拿籃子一支掃貨 對啊 但其實我有跟日本的朋友聊過 他說其實 日本的這些藥妝 其實它有分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類 其實如果你是日本當地人的話 第一類 第二類 它的藥技是會跟你說明的 比如說你買的這個 比如洗腎的人不能用 或者是什麼什麼不能 可是因為 因為它知道你聽不懂日文 所以它就直接略過這一段 直接去結帳 決定到宅斥 對 所以其實是蠻危險的 有時候 而且其實因為日本有漢字 所以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但是往往很多人會把 所以藥物就直接當醫生的保養品 所以其實蠻危險的 像明華她剛剛講的 就是在每個日本的產品 它後面都會有一個第幾類 如果是第三類的 你要用還是比較 還是會比較放心 因為它是相對下比較安全 但如果它是寫第二類的 我們一般在藥局就買得到 可是第二類它通常就已經含了 一些藥物的成分在裡頭 而且既然是相對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你長期使用的是 屬於第二類的 你一定要去跟你的醫生說 你有在用這個保健室 要告知喔 對 這個就要告知 是 然後剛剛他們就是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進去買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現在我們 很容易越買越多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到日本的藥妝 他們裡面都可以有講中文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互相溝通 然後像剛剛醫師拿的那個 講中文不是為了應付你們 那是有應付 對 而且其實真的有時候 講中文其實不是重點 他只要寫一個基安你就買了 不會啦 因為基安就超便宜 可是講中文也是跟你說 退稅可以退多少而已 不會 不會 他很貼心 像醫師你剛剛拿那個貼布呢 像那時候我們去看 那大家都會狂掃那個貼布對不對 他就跟我講說你不要買那個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很多華人都會買那個貼布 他說那個其實要有效 要貼在穴道上 他說你怎麼知道你的穴道在哪裡 所以他們都不懂 他們為什麼要買那個 所以他有時候 如果你遇到細心多問一點的話 可能就比較保障 可是比如說像這一個 它是第三類對不對 可是其實事實上 我們就有遇過有朋友是這樣 因為當時我去日本 我也是會被人家托付 一定要買這一個東西回來 然後其中我有一個朋友聽說 好像我買了很多盒 不然就給我要一盒 他就是就像你說 他是要貼在穴道上 他低完貼完之後 感覺很好耶 因為他覺得 那個穴道就開始發熱發紅 他還拍照給我看 他的背後就是點點點的味 他就說效果非常好 他就非常感謝我 到了第三天 第四天 他就繼續貼 貼到後來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那個 好像效果有點太好了 因為那時候開始會 就是有一些淡淡的水色的東西 我就請他再拍他的戲的點給我看 我發現我就跟他說 你絕對不能再用了 它其實不是腎出 它是過敏 反覆的過敏 但是那個過敏的狀況 已經嚴重到 有一點快要起水泡 起水泡的那個樣子 那原因是為什麼換 因為他們捨不得貼 一天就丟掉對不對 沒有 他是一直貼 他就覺得有效 而且還貼 對 他就是要一直把那個 強效加到底 那後來為什麼 我就想說他第三類的 理論上不會 我就上網查 他其實還是含有水洋酸成分 水洋酸有蠻多人 他對他是過敏的 那如果你是像瓜哥說 他其實常貼 他洗完澡 可能也都還沒有 因為他不會脫落 我看有的人捨不得 貼一天就丟掉 他吸到 他沒有避過那個地方 他貼了三天還貼 對 他會長期的貼 然後貼完 掉下來再貼一個上去 他就變得持續在那地方 是做一個慢性的刺激 所以其實就算是 第三類的東西 他其實裡頭含有一些成分 我們還是有過敏的機會 所以還是要很小心 我有一個病人也是一樣 他就是去日本玩 然後就是逛街 逛的腿很痠這樣子 買了很多的紀念品 所以他就說 那我來試試看 那個傳說中的酸痛貼布 他就把它貼在他全身 肌肉都酸的地方都貼這樣子 結果也是像那個心梅 剛剛那個個案一樣 他就是開始滲出液這樣子 他覺得好奇怪 結果後來越來越 那個貼片跟皮膚 越來越越越 結果他把它撕下來 它裡面是過敏的反應 然後起水泡 他整個把那個水泡的皮都撕掉 然後因為他還在日本 所以他就說好 那我再用那個藥膏 再擦 結果他就把它擦 每一個地方就擦 結果擦到這個 蜂窩性組織鹽 然後他趕快回來台灣 因為在那邊 你沒有健保 你看醫生很貴 他趕快回來台灣 然後治療他那個 蜂窩性組織鹽 它是很嚴重的過敏反應 然後就像燙傷這樣子 然後他又把那個燙傷的撕起來 然後再擦不知名的藥膏 造成二度的發炎這樣 在日本大家很常買這些腸胃道的一些藥物 最怕的就是 你把它當成日常的保養品 因為往往它都是藥 但是你把它當保養品 再加上它可能裡面有些益生菌 你就會覺得日常保養很安全 但是其實裡面有些藥物 日積越累 當然就會 造成累積的傷害 或者是像剛西梅講的 越吃的量要越大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像有些腸胃道的一些保養品 它裡面還有所謂的 啤酒酵母 乾燥酵母 其實這些酵母當然是腸胃生菌所需要的食物來源 但是有些人 比如說像這個季節秋冬 很多人會吃火鍋 吃一些帶殼海鮮 再加上你每天吃這些大劑量的這些 腸胃道的一些藥物又有酵母 其實累積起來非常容易導致 尿酸過高 痛風的發生